1990年 旋館已經改革開放很多年了 很多速速車司機仍然將毛澤東當成一份 他們在車上掛過毛子式上 變為可以驅邪成真 西方作家眼中的毛澤東是怎樣的人 毛澤東透過什麼力量改變了中國的力量 《風雲962》中午12時半正在熱播《毛澤東展》 大型廣播傳媒文學《毛澤東傳》 原著羅茲十美爾 主播孫卓寧 《毛澤東》和朱德會思之後 他在各個聯隊建立了政治組織 這個不僅是上海指著這樣去成立政治部 而是發動組織普通善兵委員會 通過討論政治問題來提高大家的覺悟 例如說要發動一次反對地主武裝的戰爭 那那些戰爭委員會就馬上會先控訴地主 是怎樣欺壓農民的 然後再去戰鬥 毛澤東堅持在每個班設立黨小組 在每個連設立黨支部 在每個營設立黨委 這樣黨就由一個抽象的概念 轉化成一個時刻都存在的實體 黨就來到夜晚營地的溝火邊 來到每一個戰士的身邊 毛澤東不准軍官打罵殊敬 要求帳目公開由大家監督 每打完一次的毛澤東都會組織民主生活會 在會上可以各書幾件 還可以點名批評又或者表揚上級的軍官 通過討論如果取得一致二致力 軍官也可能被降職 毛澤東成了道士兼道德家 他創造了一種新型的軍風 中國的舊軍隊只是知道利用士兵的驅體 絕對不會利用他們的頭腦 雖然諸德有時對毛澤東的做法都不適應 但也都一步一步地接近民主意識 每個戰士都覺得自己是一場重大運動的一部分 但是這一系列的改革 使得一些老實的軍官對毛澤東就很不滿 他們願意為實現未來的民主而見 但就不希望在他們領導的軍隊中看到民主的行為 毛澤東也都為士兵制定了紀律 制定了在群眾中的行為準則 早在長沙讀書的時候 毛澤東就發現對中國的士兵來說 掠奪周圍的老百姓以滿足自己是習以為以上的事 搶劫和強姦本來是軍人經常都會做的事 只不過幾個星期過去了 井岡山上那些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澤東帶給他們的是太平盛世 那些戰士會幫農民種田 幫那些老人家身體差的人斬柴 買東西買菜一分錢都不會比小 連這把年刀都會親自上門歸還 還不會非禮那些年輕的姑娘 這一切都跟以前那些舊軍隊有天壤之別 毛澤東正在很努力地證明他領導的軍隊 跟中國人熟悉的舊軍隊是有天壤之別的 他又戰立軍民如水關係 毛澤東從來都沒有上過什麼軍事學校 而其他的紅軍將領多數都是在軍校裡頭學習過 毛澤東唯一的軍隊經歷 就是曾經跟長沙駐守部隊的一名軍官 做過六個月的全令兵 跟中國的老百姓一樣 毛澤東討厭在軍隊中所見到的一切 不是普通一兵 毛澤東直接就成了統帥 他認為軍隊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標 軍隊一切行動都要服從這一個目標 作為統帥 毛澤東是富有影響力的 因為他跳出了純軍事的束縛 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毛澤東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是一個民主主義者 因為他相信決定性的力量是存在於民眾之中 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 總的說來人和人之間是平等的 毛澤東對其他人的這類特點非常敏感 例如說 適應能力差 與人無爭 又或者無虧無束 因為他自己就曾經 甚至一生都是這樣的 毛澤東有著非凡的組織才能 因為他知道 只有充分聘取民眾的意見 才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澤東需要諸得的通力合屬 因為他當時處於兩種勢力的夾棄之中 中央在上海的一些人 認為毛澤東軟弱無能 但是頸江山地區的那些豪生 他是驚恐地發現 毛澤東絕對不是無能之輩 於是這些豪生 就求救於國民黨的軍隊 來剿滅頸江山上所謂的赤地 在茅萍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面 毛澤東提出了兩個觀點 第一就是集中兵力 他說 只有當我軍的戰鬥力 是明顯強過敵人的時候 才能夠包抄出擊 因為毛澤東認為 當時紅軍的力量其實還是很弱小的 第二就是關於工作作風 但是這個不單單指的是工作作風 毛澤東將政治和武裝鬥爭 啟成是一個硬帝的兩面 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毛澤東認為 每個人都既能夠打仗 又能夠做政治工作 毛澤東堅持開展武裝的馬斯主義運動 將槍和書結合在一起 這將會使紅軍在廣大的農村摘下根 然後隨著革命高持的道理 向城市推進 中國共產黨的總部仍然都留在上海 這個事實本身就充分顯示了 毛澤東和中央的觀點之間的根本衝突 當時中國共產黨只是一群城市支持分子 根本就不是一個能夠戰鬥的黨 起初毛澤東並未想過要長期建具井岡山 這個根據地的建立不是以順利開始的 恰恰是以撤退開始的 是在吸取失敗教訓之後所進行的一種新的嘗試 但是毛澤東慢慢地發現 紅色力量能夠在山區生存下去 雖然國民黨仍然在南京統治著中國的大部分地區 毛澤東總結說 根據地對於紅軍就好像是人的屁股 如果沒有機會坐下來休息 一個人肯定是會因為疲勞而倒下的 1928年中國的紅軍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茅平路線仍然未能夠觀設 毛澤東沒有辦法將這個理論完全付諸實施 整建一個下跪他不得不和黨中央爭論 上海和長山那些掌權的人讓毛澤東十分之無火 這種局勢在七月份達到了八月化 湖南共產黨組織的兩個特派員 帶著李立三的指示來到鄭光山 向毛澤東施加壓力 企圖制服他 讓他提前發動起義 為了尋求支持 毛澤東召開了一次會議 表決的結果是反對發動起義 但是那兩個特派員就打出兩張王牌 一是說朱德已經同意他們的意見 另外有很多來自湖南的戰士 也都很希望來自己的家鄉再勤一些 所以他們不顧毛澤東的勸阻 開始了這一次出擊 出征的結果可以說是一場大災難 將打輸了 部隊損失慘重 原來紅軍佔領的村鎮 又是落入敵人的手上 毛澤東匆匆匆趕到湖南 去勸朱德回到鄭光山 堅持茅平會議制定的戰略 朱德俯仇了他的劍局 但是鄭光山的大部分地區 已經被敵人佔據 湖南並沒有出現革命高潮 現在應該做的是 掌握建設和教育 而不是到軍閥和國民黨力量 強大的城市去冒險 長沙來的特派員就嘲笑 山溝裡頭怎麼會有馬克思主義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山溝確實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 但是毛澤東就堅信不疑地認為 中國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莫斯科和上海方面 在爭取政權的過程中 可能有所幫助 亦可能幫不上網 但是山區 將會是建立新政權的關鍵 到一九二八年十月 毛澤東和朱德 又奪回了鄭光山的大部分失地 共同的鬥爭 使他們的關係 甚至更加親密 朱德對上一次的出征很後悔 並且越來越欣賠毛澤東的字幕 將鄭光山根據地 比喻為人的屁股 有沒有道理呢 可能毛澤東溫和的土地政策 還是明智的 毛澤東仍然都沒有得到上海方面的讚許 但是他在局部地區 獲得了一部以上的勝利 在一九二八年底 他實際上已經成為 當時在湖南中共力量中的頭號人物 與此同時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 在莫斯科舉行 當時在中國 已經很難找到一個安全的地方 召開這次會議 嚴峻的事實 比大會的任何決議都更具說服力 大會的報告五個月之後 才傳到來鄭光山 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 鄭光山是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 第六次黨大會選出了一個極左的政治局 由李立三掌權 周恩來在會上批評毛澤東闖周過虎 流通游擊的步伐 當時絕對沒有人提議 選舉缺席的毛澤東成為政治局成員 首次沒有人會建議 感謝蘇聯人為大會提供的低劣的伙食一樣 只不過這次代表大會 確實是說到了農村根據地是走向革命送來的有效的一步 這個是新的說法 他平息了對毛澤東進軍鄭光山的根本性基劃 至少毛澤東又是返回到中央委員會 但是第六次黨大會的代表根本就不贊成毛澤東的方針 他們僅僅是將農村根據地 看成是等過革命高朝到來的前站 成事工人仍然被視為革命的中堅力量 他們認為不應該吸收油民進入到共產黨 而寧願不擴大黨的力量 毛澤東是否也考慮過他在歷次黨大會中的角色呢 已經舉行的六次代表大會 有兩次他是起過一定作用 有兩次他就成了旁觀者 還有兩次他乾脆就沒有參加 毛澤東發現自己再次步入一個三角陣當中 二十年代早期的三角是指共產黨、莫斯科和國民黨 現在的三角是指共產黨在上海的中央所在地 莫斯科和井江山 中國共產黨當時是一個黨員之間很少見面的政治組織 人數最多的一次大會是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黨大會 到會的人也只有八十人 黨都是通過信件聯絡來組織和開展鬥爭的 有時信件從出發到修月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在這個期間某項政策很可能已經被其他的政策所代替 雖然指令都是來自上海的 但是當上海草耳重新執行一種政策的信件的同時 很可能一封發著莫斯科的信已經在途中 信眾會指示執行另一種政策 不過 這種中世紀的聯絡方式 經常在毛澤東獲益 1927年11月制定的極左路線 他在四個月之後才聽說 這樣他就有了一段自由活動的時間 但是有時也會因為信件的山山來遲而鮮兵折象 1928年年中 在莫斯科就已經批判了極左路線 但是毛澤東要到十一月份才接到這份報告 而在此期間他迫於極左路線的壓力 執行了他們的土地政策 在紅軍失去了很多支持者 毛澤東的文筆往往是厲害不凡的 但是在港內鬥爭中 一支紅便的筆並總是能夠解決到問題 當有人站在毛澤東那邊的時候 譬如說諸德 他們會發現毛澤東很令人信服 但是他寫文章的語調 又經常會觸怒一些人 毛澤東寫文章總是好像在宣布某一些真理 這個底度那些不贊同他觀點的人很不愉快 毛澤東閒屬運用格言警句的技巧 是一把相認的利件 這個記者能夠鮮明生動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也會使那些不懂得運用格言警句的同事 不喜歡他的這種風格 毛澤東的格言和比喻可能顯得一些傲慢 這個不過是因為在黨內那些平淡又繁瑣的 散文式的文章當中 他們顯得突出的 徐偷伯和李立三在毛澤東的課堂上 絕對不是戰略家 而不會過多干涉李立三的周恩郎 又太過謹遂 缺少毛澤東這樣的獨創性 毛澤東一直都將屋起人帶在身邊 事上的失敗和挫折使他更加需要親人 毛澤東幾次失意之後 回到草山也就說明了這一點 在井江山也都同樣是這樣 不過這時候毛澤東的家庭生活就發生了重大變化 毛澤東的弟弟妹妹都很出力地去幫他 弟弟毛澤民毅然離開了黨中央在上海的總部 儘管他在那處工作得很好 毛澤民很忠實地參加毛澤東 在偏激的農村進行的實選 而毛澤潭也都從湖南平原趕了過來 住家第一次在南康趕到井江山的時候 就是毛澤潭代表毛澤東 首先去做捷克工作的 並且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在後來的幾年當中 毛澤東的兩個弟弟都堅定地跟隨他 他們的妻子也都因為他們而被捕過 毛澤東的堂妹毛澤建 比起兩個弟弟對井江山的幫助就更加之大 他自成年之後 始終都是雙區黨組織的活躍分子 自從一九二七年底開始 他在險惡的環境當中 往來於井江山和平原之間 在一九二九年 一個國民黨的爪牙 抓住並殺害了毛澤建 當時楊開衛就帶著毛澤東的兩個兒子 住在城山 困難也都很多 讓他上井江山不是不可能 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 他必須作出選擇 是跟毛澤東在一起呢 還是跟那兩個弟弟在一起 毛澤東對楊開衛終身鍛戀 但是在一九二八年的年中 毛澤東愛上了何子珍 毛澤東見到何子珍的時候 他才只有十八歲 何子珍聰明活潑 朱德的一個部下 曾經描述過他對毛澤東的那一位革命愛女的印象 他說何子珍既有魅力又有咸養 說話清晰而且很有分寸 他那對眼睛就像是兩顆水晶一樣 見到他就會給你一種甜蜜的感覺 何子珍還具有政治頭腦 何子珍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 思想比較進步 開了一間出售左翼書刊的書店 何子珍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 是井江山反抗國民黨鬥爭的積極分子 一九二八年六月的一個晚上 毛澤東在一次港的會議上作報告 剛巧這次會議是在永生院程舉行 何子珍作為團支部書記也都參加了這次會議 會議接觸之後 毛澤東和何子珍聊起閒仔上來 他們還一起吃了宵夜 那晚的宵夜有兩隻雞和兩支酒 兩天之後 何子珍幫助毛澤東整整工作了一天 晚上他留下沒走到 第二早晨 毛澤東在熟早餐的時候 對這件事一點都不隱瞞 他對同事說 何子珍同事和我相愛 隔了幾天 有一個軍官 叫毛澤東 在談完正經事之後 這個軍官就微笑著向毛澤東表現祝賀 毛澤東就很爽朗地笑著問 誰說給你聽的 那個軍官就說 軍營裡頭 杜朱全開了 這個是喜訊來誰不知 怎樣 是否請我們來祝賀一下 於是毛澤東就安排了一個願會 來興賀他和何子珍的結合 這件事可以說是突如其來 他是青春愛情之火的激發 他似乎表明 毛澤東在井崗山上 找到了新的力量之餘 儘管在更大的舞台上 形勢對他不利 但是毛澤東現在精神換發 勇氣倍增 1928年以後的將近十年時間裏面 毛澤東一直都和何子珍在一起生活 他們的結合 預示著毛澤東的一個創造性時期的來臨 何子珍沒多久就和毛澤東生了兩個小孩 毛澤東和何子珍的關係 和他和楊開衛的關係截然不同 這位十八歲的姑娘 完全是在鬥爭當中成長起來的 而毛澤東遇上楊開衛的時候 楊開衛還是在父親的保護之下 毛澤東竟養楊開衛的父親 但是並非出於政治的原因 何子珍就沒有這一方面的影響 因為毛澤東從來都沒有見過他的父母 何子珍不單止年輕 還因為他是一名疫情的共產黨員 能夠擁有何子珍 毛澤東非常之開心 他最大的目的 是實踐中華民族的偉大父親 他最大的創造 是把馬克主義中國化 他對堅強的探索 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他最偉大的作品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型廣播傳記文學 毛澤東傳 策劃 葉小帆 鍾肇情 三弟 黃建偉 錄音合成 胡梅 黃小紅 孫建國 主播 焦卓寧 風雲962 順依奉諺 其中華的海寺 牛管 尷尬 青腦 泵馬寺 牛管來 少許瑤寧 Country 願意願意互相牽走 茅舌棕 茅舌棕 願意再到互相牽走 茅舌棕 茅舌棕 願意永遠不在互相牽走 當忽然我發現 只是你那麼平靜 回想起當年燦煙火的那個晚餐 我們的香聲固滿了整個夜空 多麼啊 多麼燦爛冒著的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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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麼燦爛冒著的動 多麼燦爛冒著的動